经过重庆一年开发研究 国家华南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华南西门国秀 广东合作企划的咖啡桌游 今年正式发表 这套桌游来容包括管理拼净欲表 故事加工丰富的创作顶顶 在游戏过程中可以核实专业的咖啡地市 并为当中看到台湾咖啡的隔壁隔壁 小朋友欢喜在设桌游 这个桌游是由国家华南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华南西门国秀来广东开发的 WhatCoffee 离什么咖啡桌游 为了有很改参来的管理拼净的药标 咖啡的加工已经向北重注定定 在游戏的过程合适到咖啡的构重地市 我们觉得很好玩啊 因为这是这款比较复杂 比以前两款还要复杂 然后也是经过主任教导之后 我们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它步骤比较多 然后功能牌也比较多的 最好玩的应该是采那个果 那个咖啡的果实 就是每一刻分数都不一样 然后要拼速度的 我觉得很好玩 觉得很好玩啊 虽然有点复杂 最好玩的部分就是收集浆果 因为很刺激 而且你必须拿没有重注的 否则就不会加分 就是学习到那个咖啡的 那个怎么生产的过程 第三届桌游进井 好好是带小朋友来 实际上想好的咖啡屋 他会有采访的体验 来教亲戚朋友来算桌游的精神感 因为 因为先前有一些基础了 所以玩游戏会更更知道怎么 玩会比较好 获得分数 对我们有去那个咖啡员 然后去学习在那边关于咖啡的知识 感觉比较能理解这个桌游 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 就是华南教育在推的一个物感体验啦 物感体验是户外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 透过深入其境 让孩子从他的眼耳鼻声等等 一个相关物感的一个经验 去印证课本上面相关的一个知识 你唯有带孩子亲临现场 他才有办法感受到 这份土地的一个生命力 才会感受到咖啡 那我们现在华南做的一个课程的部分 不只是一个咖啡一级的产业 我们透过的课程呢 带孩子进入一个整个咖啡制成的一个现场 从产地到加工 到最后包装行销等等 我们都让孩子去了解 这些喝咖啡年什么咖啡桌游 经过中间一年的企划 结合各种咖啡和桌游游戏的专家讨论 如今顺利三出 对社区以及在地的教育来说 都是非常有意义 可是咖啡毕竟不是老师的专业 所以刚好我一个以前的学生毕业了 他自己也在咖啡有非常深的专业 然后后来他知道我在这边教书 那我们也邀请他 他也出书了 也得到很多国际上的很多咖啡专业的证照 所以邀请他过来可不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那也来协助我们做咖啡桌游的一些专业知识的控管 因为毕竟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东西 透过桌游无论是大人的事件 那他也都可以在尤其的规定来合适 尽快咖啡地心 也可以从未来看到台湾咖啡的隔壁 记者听破音 彩虹不得 结束了